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或是一年内拥有一百万粉丝 三年内拥有一千万粉丝 当然 如果你选择创业 这套方法还可以帮你在三年内赚够一亿美元 可以说 一切你想要做成的事 只要理论上有可能 这套方法就能帮你成功 而要掌握这套方法 你唯一需要付出的 就是拿出十多个小时的时间 将整套视频全部学完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成本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说 这个世界如此复杂 怎么可能有一套简单而统一的方法 能够做成所有事情 要解除这个质疑 其实非常容易 就是请大家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其实从古至今 人类经过的每一个时代 都有一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做成一切事情的方法 只是这套方法 在当时只有吉少数人知道 这套方法的名字就叫做 来自未来的方法 什么叫来自未来的方法呢 举个例子 当今世界中二十岁以上 且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 应该是一个非常普及 毫无特别之处的大众群体 但如果随便找一个这样的人 让他回到五百年以前 凭借他的知识 给他十年的时间 我想他都可以做成任何事情 他只需随便发明一个 今天常识水平的事物 就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宰 例如 他可以发明蒸汽机 可以发明电 发明电话 发明银行 发明公司 发明股市 还可以用今天的思维方法 解决当时所有可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同样的道理 在当今的世界中 如果我们也能掌握一套 来自未来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人生赢家 但问题是 有没有人能掌握来自未来的方法呢 当然有 因为我们的世界 其实一直都是由这些人推动着 发展到今天的 包括亚里士多德 笛卡尔 牛顿 爱因斯坦 乔布斯等等这些人 他们都拥有超越自己时代的思维方法 亚里士多德能连续在心理学 经济学 政治学 修辞学 自然科学及教育学有所建筑 笛卡尔能连续开创坐标系 解析几何 怀疑主义 认识论 决定论及动量守恒 牛顿能连续提出 运动三定律 万有引力 光学原理 微积分及数学原理 爱因斯坦能连续引领量子理论 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乔布斯能够连续推出个人电脑 图形界面 滑鼠 iPhone iPad 等等这些 足以改变世界的创新产品 这些能够连续成功的人 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太好了 还是他们掌握了一套强大的思维方法呢 我想答案不言自明 而这些人 之所以没有将自己的方法公之于众 不是由于他们想要保密 是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没法将这套方法 系统性的总结出来 为什么没法总结呢 因为他们的方法 虽然是超越他们那个时代的 却不是能够解释一切的终极法则 那么 从理论上讲 到底存不存在 能够解释一切的终极法则呢 答案是肯定的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都无法独立的存在 都需要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 例如 他们需要更小的事物组成他们 需要更大的事物 作为存在的环境 需要和差不多大的事物竞争与合作 所以本质上说 世上的任何事物 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能在这张连接一切原理的大网中 找到它最核心的那几个点 摸清他们的规律 今后我们就能从这个核心 开始思考 连接并解释一切事物 乃至解决一切问题 而这个核心 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极法则 这一切 说起来简单 可如果真想要系统性的 总结出这套终极法则 就必须深深挖出 一切事物的本质 然后将它们联系到一起 找到共同的规律与原理 而这显然不是一个人 单打独斗 能够完成的任务 所以说 要总结这套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则 比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的 所有成果都更有难度 也更加重要 幸运的是 十年前有人邀请了 这个时代最具智慧的一批人 他们的专业涉及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政治 经济 金融 社会学 信息学 控制论 系统论 热力学 神经科学 传播学 动力学 分形学 行为学 复杂系统 等等一百多门学科 专家们通力合作 用几十个超越时代的大脑 结合了这一百多个学科的核心规律与原理 将它们总结在一起 找出它们的共同点 最后专家们发现 所有这些学科的背后 真的都有一套 共同的规律在支配它们的运行 于是 它们将这套共同的规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极法则 明确的总结了出来 更加幸运的是 虽然整个总结的过程非常复杂 但是最终的结果 却是出奇的简单 正好符合了大道质简的基本规律 可以说 只要是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人 都可以理解并掌握这套名为 原系统的终极法则 而任何人 只要掌握了这套 能以不变因万变的通用法则 就可以在一瞬间 看透整个世界的脉络与发展方向 乃至做成 这世界上任何它有可能做成的事 那么 当今世界总共有多少人 掌握了这套法则呢 据我所知 今天以前 全世界了解这套法则的人数 总计不超过80个人 其中将近一半 还是商人 因此 真正从科学的视角上 总结出这套法则的人 是40多位国际顶级的科学家及学者 其中包括 且不止于圣塔菲研究所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以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 机构中的一些专家和教授 而对于那些正在影响世界发展的商人 通过他们的实践应用 也对原系统的实用性 做出了很多改进和贡献 所以说 到目前为止 原系统确实是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 那么大家肯定会问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把原系统做成视频 公之于众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首先要了解一下 人类社会即将面临的重大转折 面对这个转折 即便是原系统这么强大的法则 其实也只能剩下十年的有效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的十年也就是2020年至2030年 将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十年 到2030年以后 人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那个时代 5G加AI加传感器加神经科学 这四项技术将把我们整个世界连成一张大网 而这张大网本身的智力将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在这张大网的帮助下 人类社会的整体效率当然会得到提高 但与此同时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也将永远定格在自己所属的阶级上 几乎没有机会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人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也连在一张大网上了 就是互联网了 的确我们现在是连在互联网上 也在使用网络公司的AI服务 但5G加传感器的网络 跟现在的互联网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为5G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给人用的 而是给物用的 5G网络将容许数千一台设备及它们的传感器 同时接入网络 也就是说 世界上的每辆汽车 每个街道 每个建筑 每个房间 每个商品 每个摄像头 甚至每棵树 每个要玩 都将和今天的每个人一样 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大家知道 AI的基础是大数据 而感测器的网络 将产生超出现在百万倍的数据量 关键是 这些数据和设备会连在一起 让AI无处不在 到那个时候 每个人都将失去自己的隐私 AI不但能掌握你的行踪 还能通过神经科学了解你的思想 甚至控制你的思想及行为 不仅如此 大量的数据和连接输入神经网络后 还能让AI进化出强大的创造性 到了那个时候 人类唯一能够从事的工作 就是服务型的体力劳动了 当然 AI还不会统治人类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欲望 学过原系统后 你就会知道 欲望是只有有机物 才会产生的动力 但问题是 掌控着AI的人类是有欲望的 而有欲望的人就会有恐惧 因此他们都知道 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一年前 在一场由世界顶级精英和科技企业领袖组成的小范围聚会中 参与者们提出并讨论了几种 如何面对十年后 由AI接替多数人类的工作后 引起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虽然到目前为止 精英们还没有对这些方案达成共识 但是一个大的方向 是所有这些方案共同默认的 那就是 到2030年左右 90%的人将失去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命运的机会 成为科技企业圈养的宠物 更加可怕的是 很多方案中还提到了 在这之后的下一个十年 也就是 2030年至2040年 脑机接口加AI加量子计算 能让少数人的欲望 和AI强大的算力结合 到那个时候 99.9%的人 将彻底失去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 而且这些方案 不仅仅是精英圈内秘密 他们也是当今前沿科学界 很多学者的共同预测 可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大家很少听到相关的报道呢 因为人类的天性和动物一样 就是无论再大的变化 只要是一天一天再缓慢进行 人们就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在不知不觉中 接受不幸的近况 这源于人脑的 适应性机制 因此即便有人 听到相关的传闻 只要主流媒体 不进行大范围的宣传 就无法形成 有效的社会舆论 而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 如果你不甘于 将来被少数人圈扬起来 如果你还想把握自己的命运 那么 你目前唯一的机会 就是利用好这最后的十年 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我们如何改变命运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为自己积累足够的资本 用以应对社会结构的调整 这里我们说的资本 可以是钱 也可以是社会资本 而原系统法则 就是帮助大家 尽快积累这些资本 用以应对社会变革的最佳方法 另外 作为一个人 除了赚钱 我们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延长自己的寿命 2012年以来 在基因剪刀 神经科学等技术的共同作用下 生命科学领域 已经进入高速的发展轨道 全球的精英阶层 都在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 但是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普通人的注意力 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因此 在这套视频后面的章节中 我们还会帮大家 梳理一下生命科学的进展 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想 对于那些希望用原系统 改变人生的朋友 生命本身的延长 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话说回来 我们为什么要将这个 能够改变命运的方法 公之于众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是唯一可以扭转局势 阻止少数权贵阶层 获取永久霸权的方法 另一方面 随着原系统法则的传播 必然会在全世界 掀起一场认知革命 进而转化为经济模式的革命 而历史上所有的变革 都会造成巨大的能量流动 个人只要抓住机会 就能借势社会的变革 成就自身的发展 也就是所谓的实事造英雄 而我们选择公布原系统 正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阳谋 推动这场变革 并在这场变革中 实现自己的目标 什么目标呢 既然是杨某 我们当然会告诉大家 虽然不是现在 但也不会太远 而且我们会在这个频道 以类似直播的方式 将改变世界的全部过程 持续展现给大家 就是说 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你们正在预知一场 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 并成为变革全程的见证者 在这里 我敢断言 在不久的将来 原系统这三个字 将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词 他的很多内容 还会被写入大多数国家的教科书当中 而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你 将成为全世界最早知道 原系统的一批人 如果你最先将原系统的存在 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 未来一定会得到他们真诚的感谢 当然 一定有些敏感的朋友 想问我 学习原系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会不会在后面 提出什么收费的要求 对这种问题的答案是 制作这套视频 公布原系统法则的内容 绝无任何盈利的目的 也不可能有盈利的目的 包括YouTube的广告分成 我们都不会收取 道理很简单 如果我的目的是赚更多的钱 就不会把这套方法公之于众 因为无论我收多少钱 都不如继续自己用它赚钱 赚得更多更快 而真正超越时代 有实用价值的做事法则 是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因为真正能够让人 领先时代的方法 是不会有人用来卖钱的 因此大家可以放心 你们观看这套视频 学习原系统的做事法则 除了需要花一点时间 学习和思考以外 不需要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 至于原系统法则 是否真的 如我所说 可以分析和解决任何问题 存在怀疑的朋友 可以把视频拿给你身边 认真能力最强的朋友 或老师看看 相信他们会帮你 做出合理的判断 最后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情况 我叫吴长 当然 这是我的化名 之所以不用真名和真人出境 除了隐私的原因 更重要是不希望 给自己和老师的私人生活 造成影响 为了能将这场改变世界的直播 大秀持续下去 我们暂时只能选择 匿名的方式 发布视频 大家想要了解 我的更多想法 可以浏览我的脸书 和微博账号 我本人曾是一家 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创业成功后 遇到了我的老师 并有幸跟着他 学到了原系统法则 后来又利用 原系统的做事方法 连续创办 投资了十多家企业 成功率100% 另外 我的生活与工作 大多集中在 美国 中国大陆与台湾 这三个地区 视频虽然采用了繁体中文 但是对于某些专有名词 当台湾和大陆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的原则 是以Google翻译的结果为准 例如information这个词 台湾叫资讯 大陆叫信息 而Google Translate 不论是繁体 还是简体中文 翻译的结果 都是信息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 信息这种叫法 未来我们还会发布英文的版本 毕竟原系统的开发者们 原本就是用英文进行沟通的 最后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了 原系统这种来自未来的方法 以及它为什么能帮你做成任何事情 紧接着 我们向大家指出了十年以后 人类社会将会发生的重大转折 这个转折 会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甚至超越了人类发明语言 对世界造成的影响 而我们公布原系统法则的目的 就是要在这场转折发生之前 掀起一场 能够改变世界的认知革命 在这里 我向大家承诺 如果在2025年前 这场认知革命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我们将会投资360亿美元 在美国 挪威和中国大陆 建设三个人体冷冻基地 为那些正在面临死亡 却想要为自己的未来 保留希望的朋友们 提供永久免费的人体冷冻 及保存服务 至于我们为什么 要做这件事 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 做到这件事 看完后面的视频 大家自然就会明白 那么从下节课起 我们将正式开始 为大家介绍 原系统的具体内容 今天的思考题 请将生命健康 金钱财富 理想事业 和娱乐享受四件事 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进行排序 请在评论区中 留下你的答案 请在评论区中